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0月23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加拿大联邦自由党刚刚在成立 反贪腐委员会的信任投票中生存下来 又面临一项来自联邦保守党的动议 该动议影响之大 可能迫使自由党政府再次谋求一个信任投票 不过22日稍后时间 自由党发出强烈批评 指保守党的动议只会瘫痪政府运动 阻碍政府抗议 不过自由党明确表示 将不会将该动议定为信任动议 避免出发大选 保守党的这项动议是 要求国会下属的卫生委员会 就联邦政府如何应付新冠疫情仪式 进行全面综合的调查 该项动议要求审议的问题范围广 需要调动大量文件 自由党政府可能会争议 照此办理将令到政府瘫痪 政府之前也是动用这个理由 发起首次信任投票 这项动议是指令 卫生委员会了解一系列政府问题 迟缓批准快速测试试剂 对世界卫生组织 再建议暂停旅行 戴口罩等方面行动迟缓 分析本国政府依赖世卫组织造成的后果 加拿大卫生局的通讯策略 部分关闭环球公共卫生情报网 早期警告系统 给各省拨款的医疗拨款不足 动议要求命令政府公开总理 书密院以及各部长办公室 相关的备忘录 电子邮件 文件 工作笔记和其他记录 包括准备应付疫情的计划 就准备对付疫情和世卫组织的通讯网来 政府购买个人防护用品 政府购买各种检测材料 如试剂 实验室装备 及各种相关用品 该动议还要政府公开 有关疫苗专责小组的一切记录 包括订购和未来使用计划 这项动议早于数星期之前 已经由保守党议员 在卫生委员会内提出 当时似乎获得委员会内 魁仁政团和新民主党议员的支持 不过自由党的议员们则表示 他们需要时间来消化 该动议的巨量内容 自由党议员当时在委员会内反对说 此动议是要政府的卫生部门停止运作 不去帮助家人抗疫 而是去翻查电子邮件和文件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五表示 加拿大民众在今年甚至明年初 都等不到一款成功的新冠疫苗 他说 虽然我们希望早日有疫苗出现 但是还要再等几个月 合理的预期是 明年某个时候会有疫苗 不过即使疫苗成功 也就是较少剂量 只能提供给优先需要的人群 特鲁多说 弱势人士和一线工作者会优先获得疫苗 与此同时 联邦政府周五宣布追加2.14亿元资金 用于研发加拿大产的新冠疫苗 包括为Medical Go Inc.公司注册 在魁北克市建立一间工厂 总理特鲁多周五 在国会山的记者会上做出这个宣布 魁省生物医药公司Medical Go 将获得1.73亿元 并与政府签订一份合同 一旦起疫苗获批 将提供7600万剂 特鲁多说 这项投资是为了保证加拿大人获得疫苗 并支持研发工作 同时 温哥华的生物科技公司Nano Systems 将获得1820万元资金 用于研发和测试疫苗 此前 加拿大政府已经与多间公司达成协议 一旦他们的新冠疫苗成功 将向这些公司订购 关于疫苗 约克区公共卫生官近日在与乔治纳镇市长的一场视频 宫听会上表示 乐观预期 明年3月会出现一款疫苗 但他又表示 疫苗未必百分百有效 在疫苗出现之后 疫情可能还会持续 卫生官Dr.Kunzen表示 疫苗将首先提供给医护工作人员 长期护理机构和弱势人士 如老人 他还表示 担心11月的疫情会变糟糕 现在的确诊病例大部分是密切接触感染 尤其是大型群聚 另外 流感与新冠病毒很难区别 唯一的办法就是做体测 BC省连续两天 破单日新增新冠病例的记录 公共卫生官员周四公布 出现274宗 较刚在一天前创下的203宗 还要多71宗 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医生表示 不排除收紧防疫措施 可包括办注册结婚附带限制人数条件 或限制聚会令人数条低 亨利称 即使他犹豫收紧防疫措施 但若果出现传播的主要源头 在需要时便可以和会引入额外措施 他说 本省会动用所有可以用的工具 例如包括在注册结婚上设定一些条件 如限制聚会人数 或者其他措施有效组结那些大型传播活动 目前的现实是 与卑失各处的婚礼 丧礼或其他人生大事 规模都需要尽量的小 BC省卫生官指 本省没有出现新的社区爆发 但再有一间长期护理院爆发 本省没有新的死亡个案 染疫死亡人数维持在256宗 亨利医生说 社交聚会是显著传播病毒的地方 很多新的个案与婚礼 丧礼 或其他人生重要大事有关 并造成深远影响 他指 近日来 来自社交聚会的新病例 现在正在波及 其他地点或社区其他部分 造成多人感染的染疫群组和爆发 包括在长期护理设施 工作地点和学校内 他说 请紧急 当我们与亲友聚首时 我们将自身的风险带给他们 而他们也会将这些风险带起回家 这代表现在所有的聚会 活动都需要小心 我们需要谨守 只让自己一家安全六人圈 亨利医生认为 婚可以召结 但建议将庆祝派对留待在明年裁办 他说 我们今年在夏季 曾经看到过同一种现象 尤其在内陆 当时在家中的派对 和出租度假屋发生 但现在我们看到那些庆祝活动 是在人们家中和其他地点进行 就上述夏天出现的情况 亨利当时引入新措施 限制出租度假屋 他昨日虽然没有公布新的 公共卫生命状或限制 但指那些措施有可能会出现 不排除有机会 调低限聚令 现在可最多50人的上限 非杀卫生局行政总裁 Victoria Lee指 区内出现来自不同群体的人 会聚在一起 该聚会又会举行多天 他称部分那些聚会 曾被举报给所属市政府 部分可能需要卫生局派员 与市府复立执法人员 来与民众做进一步的对话 他提到 最近多病例也可能与感恩节的一些聚会有关 亨利医生也指出 出现很多人出席的聚会 那些宾客也来自不同的群体 部分项目更举办数天 当中有宾客带着病毒返回省内 或国内其他地方 在过去两周举行的 而造成的社区内 有感染群组和爆发的聚会活动 当时的爆发包括 本省首宗学校爆发 该间基隆纳法语学校的爆发 开始只有三例确诊 但卫生官昨日说 已经升至五宗 亨利医生昨日说 内陆卫生局的公共卫生团队发现 在学校有无关联的传播 虽然是次基隆纳的学校爆发令人关注 但卫生官员一直有监察 所有在学校的暴露事故和群组 而整体上传播是很轻微的 社交聚会的影响才使他更为关注 近日 全球知名护照指数网 Passport Index最新发布的 2020年全球护照等级排名 其中加拿大以131国免签的成绩 排在全球第五 与马尔他 捷克 希腊 拉托维亚和匈牙利并列 其实就在去年加拿大刚刚荣获 全世界生活质量最高的国家 如今就连这本颜值超高的小蓝本护照 也堪称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护照 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虽然现在疫情肆虐全球并不适宜出门 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一定可以拿着小蓝本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当下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世界开放度指数降低了65% 因此许多护照评分比前些年大跌 但各国的护照排名次序 没有受太大影响 除了加拿大护照稳稳的实力外 我们大中国的护照实力有明显提高 在本次排名中 已经与突尼斯 巴比亚 新几内亚 苏里南并列第47位 免签国家64个 不过相比去年的59位 可以说在排名上进步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以往的赢家美国 在今年的排名表现中 令人大跌眼镜 大概是受疫情的影响 护照排名从去年的第三名 跌落到如今的第19名 虽然也是不错的名次 但和以往的光鲜亮丽比 可谓大幅下滑 免签国家数量仅剩98个 只能说疫情将美国护照拉下神坛 目前来看 加拿大公民可以享受到 131个国家和地区的 免签证落地迁入境待遇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即使持加拿大护照免签证 或落地迁 这并不说明加拿大公民 有权利进入这些国家或地区 因为是否被获准入境 要取决于边检官员 那么谁是本次排名前三甲呢 分别如下 第一名 德国 卢森堡 西班牙和韩国 免签国家数量135个 第二名 瑞典 葡萄牙 奥地利 意大利 瑞士 爱尔兰 日本和新西兰 免签国家134个 第三名 荷兰 比利时 法国 芬兰和澳大利亚 国家免签133个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尽管加拿大护照含金量已经很高 但持加拿大护照在不同国家的 免签停留天数也有所不同 这两天 一个30秒的视频火爆抖音 孟哥华一名白人女子 在乘坐Translink公交的时候 没有佩戴口罩 不知怎么回事 和一名亚裔小伙发生了争执 当时这辆公交车正在路边 起初这名女子扶着把手 再站着 突然转过来 朝着这名小伙脸上吐了一口口水 这名小伙立马站了起来 一把将女子推到门口 再以使劲 这名女子就被推下了车好远 目前 孟哥华公交局正在调查此事 虽然暂时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但是目前是疫情期间 坐公交车都需要佩戴口罩 这名女子非但不佩戴口罩 竟然连直冲路人涂口水 这也是真的不能忍了 这名小伙也是真性情 不过这种处理的方式 似乎也有所不妥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门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